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啊 我们又见面啦 我是你们制作精品教学 只讲干货的小鱼哥哥 随着盲僧王者课程超高质量隆重上限 本期技巧与细节呢 作为盲僧特别篇 为了感谢小伙伴们的厚爱 我们也是特别选取了 本期盲僧王者课程中 第二节的完整内容 来放送给我的粉丝宝宝们 从而帮助你们百Q百中 迈出王者圣僧的第一步 接下来让我们赶紧进入正片吧 第二节Q技能系统偏离 为什么Q下盘最准 随着课程的不断深入 我们会由浅入深 一步一步带你真正驾驭 盲僧这个英雄 本节我们将从Q技能的第一个机制 也就是Q技能的系统偏离开始讲起 相对而言呢 这一节涉及到的游戏机制 和数学知识比较多 可能会略微有些乏味 但是这一节也是非常有深度的一节 我保证这是全网迄今为止 唯一一个能够如此深度的解析 Q技能系统偏离的课程 绝对的独家绝密内容 甚至是职业战队都无法达到 如此精细的研究 为什么我的Q总是容易空 是不是我的瞄准习惯不好 为什么明明看着可以击中的Q技能 出手之后 Q的轨道却意外的滑到了其他地方 看完本节课的内容 你可能会有惊喜的发现 那我们先说 什么是Q技能系统偏离 在打木装环节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Q技能的动画效果和瞄准器 并不是重合的 Q技能出手后会向上偏离 这里再看一遍 Q的施法路线 其实与瞄准器是不重合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Q技能的系统偏离 在往期的教学中呢 我们只是略微一提 然后告诉大家 因为系统偏离的原因 Q敌人的时候要略微靠下 这样更容易命中 今天呢 我们会有非常详尽的数学解读 如果你掌握了今天的内容 Q技能的命中率 必然会大大提高 那为什么Q技能 会存在系统偏离呢 是因为设计师的设计漏洞吗 当然不是 这是因为英雄联盟 是一个3D视野的游戏 其实你的上帝视角呢 是从斜上方看下去的 注意这个斜子 你并不是从垂直上方看下来的 因为垂直看下来 它是真地丑 我们来举个简单的例子 从斜上方往下看 既不影响上帝视角 又非常美观 而当你从垂直上方 往下看 你就只能看见一个大脑袋瓜子 是不是丑当你想哭 所以当你释放技能时呢 并不是二维平面 其实在视角上 是有高度这个概念的 视角越垂直上方 这个偏差越小 视角越是放低 这个偏差越大 像粒子龙 这个比较极端的情况 此时因为紧身更难判断 释放Q的话 很容易出现方向偏差 此时释放Q技能 我们可以看到 Q的弹道 已经完全不在指示器上面了 偏离了非常多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Q会向上偏离了吧 其实指示器还是准确的 但是因为游戏是有高度的 进一步研究 我们从一个夸张的视角来展示 视角更向下的情况下 这种偏差会更加明显 如果你Q敌人的时候 是瞄准的上半身 我们转动视角 并移动鼠标 使鼠标始终停留在目标的头部 是不是可以很真切的发现 你可能Q的并不是敌人 而是敌人上方的那片空地 这就很容易Q空 反之我们转动视角 使鼠标始终停留在目标的角上 因为不再有3D游戏的高度偏离 所以这个Q永远会中 让我们回到游戏初始视角 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吧 这个偏差虽然没有那么大 但是它始终是存在的 这也是很多时候 你看着一定能中的Q 莫名其妙会偏离的原因 在初始视角下感受一下 Q头你可能Q的是假人上方的空地 鼠标看着是选中的 你放Q会发现偏离非常严重 无法命中 但同样比较极端的位置 移动到脚上则一定会命中 甚至再低一些也可以命中 甚至再低一些 鼠标已经脱离人物 无法选中的情况下 你依旧可以命中 这就是为什么高手玩了几千把盲僧以后 往往会说 不要Q身体或上半身 Q下盘会比较稳 其实他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就是一种感觉 当然我肯定不是让你Q别人的脚 根据Q下半身比上半身更准确的研究 我们轻易的就可以得到以下四个结论 一Q的基础方向 是敌人的模型体积中心 或者模型体积中心偏下 如果你不知道模型体积中心 打开自定义用一把结 对着木桩用一下大招 你就会找到 红叉和红心的位置 就是敌人的模型体积中心 二当你释放Q技能的时候 如果是直上直下出Q情景 此时不存在偏差 直接Q模型体积中心即可 如果是斜向的角度 则需要你Q模型体积中心略微偏下的地方 即我们常说的攻击他的下盘 大概是在 对就是那个羞羞的地方 攻击他的下盘你就死记住这一句话 你Q的准确率可以翻一倍 三如果是横向释放Q技能 此时视觉偏差会比较大 你可以Q到敌人腿的位置都是比较准确的 四因为景深和视野偏差 我们往往会有这么一个印象 同样是镜面对称的位置 上一塔比下一塔高 你感受一下 是不是很神奇 有了以上的学习 其实你应该明白了 原因就在于你的视野是靠上还是靠下 如果你把视野往下移动 我们可以看到 下一塔也可以变得很瘦很高 所以在实战中 当视野靠上时 人物变小 误差变大 此时的误差会非常大 你看着在Q敌人的主体 其实已经歪了姥姥家了 是不是很神奇 你之前的Q就是这样空掉的 此时Q小腿都不会过分 当视野靠下时 人物变大 视野会更加偏向垂直上方 此时误差变小 诶 此时Q下盘就可以了 有了前面的铺垫学习 相信这些都不难理解 在学习了以上四点结论之后 让我们立举一个极端的情况 来帮助你融会贯通 假如你上路月塔干克敌人 此时你需要看下边的视野 以警惕其他敌人的支援 敌人上单被放在了一个很靠上的位置 此时应该Q哪里呢 Q模型体积中心吗 必然会歪 Q哪 对 Q脚就完事了 准准的 那学完本节内容之后 我们是不是已经掌握了最准确的瞄准位置呢 其实不是的 本节的瞄准方式 其实还可以进一步优化和完善 我们后续呢 还有更为深度的全网都一无二讲解 你如果想掌握全世界最准确的瞄准位置 让你的Q能够真正百发百中 精进学会这个还只是个基础 鉴于时间和保密等原因 更多惊喜进阶内容 我们在王者课程中见咯 么么哒